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第一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我们今天不跟大家讲报价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做一点小小的教学 关于交易逻辑这件事情 其实很少分析师会跟大家谈 因为谈这件事情没有绩效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 其他人不愿意讲的东西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属于左侧交易者 还是右侧交易者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来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昨天我们在群组里面 分享了一个东西 我在教大家判断自己的交易逻辑 到底是属于左侧交易 还是右侧交易 其实我们在群组里面 不只会分享我们对于大盘的观点 对于产业的分析 对于个股的研究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分享 这次的分享其实就是要教大家 去判断自己的交易逻辑是什么 其实我们昨天的这篇贴 我们才刚贴出去没多久 我们的回想非常的热烈 总共有180个人按赞 然后有90个人去做留言 这个数字还是持续的上升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 赶快进来群组 然后告诉我你是左侧交易者 还是右侧交易者 我们群组里面的好朋友 基本上分成四种的回答类型 其中第一个就是来 胡搞瞎搞型的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胡搞瞎搞型 对不对 来我们继续看 还有什么左侧交易者 有的时候是左侧 有的时候是右侧 还有是标准的右侧交易者 这些回答其实在我们的留言里面 都看得到 所以我就挑了一些 我觉得蛮有趣的留言 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首先其实我们要先知道 所谓的左侧交易跟右侧交易 它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上面 我们要怎么去选取 自己要买进还是卖出的差别 相信的我都已经写在全组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的话 你要进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进今天的重点 来首先根据昨天的统计结果 我们请小编帮我们统计 胡搞瞎搞型的 总共有25个人 右侧交易型的有27人 左侧的有12人 这样子的分布 其实让我有一点点的意外 因为就我所知 我以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属于左侧交易 结果实际上大家留言 留出来的结果是 右侧交易的人比较多 但其实还有更多的是 胡搞瞎搞型的 到底怎么叫胡搞瞎搞型呢 就是它又不是左侧 又不是右侧 或者是它左右侧不分 然后就在乱搞 这种东西我们叫做 胡搞瞎搞型的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其实就是有 投资朋友说什么 他是属于右侧 但常常抱不住 所以赔了很多以后 就一直抱着 我跟你讲 这个在昨天的教学里面 我有说过 很多的投资朋友 并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属于左侧还是右侧 结果你今天想要做 左侧的交易 但你用了右侧的投资模式 完蛋 但更多人是什么 他想要做短线 他想要做右侧交易者 结果他跑去做左侧 他想要长抱 他想要抱波段 想要抄底 结果一赔 开始就一直死抱着 这件事情 也有同志朋友说什么 他就是有这个逻辑 他知道这样子做不行 但他没有执行力 遇到了股票赔钱 就是凹单 这样是不好的 那再来还有什么 同志朋友说 我是左侧交易者 因为左侧交易者 基本上他就是去找一个 比较便宜的股票 然后他的价值浮现的时候 我就买进 等着他开始翻牙 结果他就说 左侧交易者 我是 结果等得要死 这很正常 我觉得你如果有这样的感觉 代表你没有做错 你的交易策略是对的 因为左侧交易本身 你就是要去等待 那再来还有什么 你常常会说 我是左侧交易者 但是我常常被动摇 股票会上冲 下起会波动 结果你如果这个时候耐不住 你就开始 把你的股票卖掉 那你说你是左侧交易者 这个东西就代表 你没有贯彻始终 所以说这两位朋友的留言 我都认为非常非常的正常 这代表你执行的交易策略是对的 再来呢 还有说什么 他主要是左侧 但是常常看错边变成韭菜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你以为你在抄底 但是一滴还有一滴滴 对不对 我们每次买到股票 你都觉得他已经很便宜了 结果他还能更便宜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交易策略 有可能会有损失 是错的 再来呢 他想要自己是做右侧交易 结果做成左侧交易 想要去炒短线 结果赔钱套牢 就开始抱着 这样子也是不好的 再来就是自以为是的 就是两个都可以使用 双边的策略都要用 结果乱用 一直大赔小赚 这样子长期而言 他并没有办法让你赚到钱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要认知自己今天做这笔交易 到底是哪一种类型 你如果认错了 然后你又不去调整 那你就很有可能会赔大钱 再来还有什么 小朋友才做选择 我左右都要 我不能说你错 但这个 我全都要的梗 不是用在这里的 你今天在做Rent 一笔交易之前 你就已经决定好了 这笔到底是属于左侧还是右侧 因为你今天如果买入股票以后 你才去做改变 代表你根本就没有想清楚 你就下单了 再来还有什么 我看到是两排韭菜 到底是左边这一排 还是右边这一排 我觉得投资朋友不需要这么的悲观 你进来我们的群组 我要让你变成不是韭菜 投资朋友真的不是拿来收割的 真的只是很多人不会交 然后没有人去教你们 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交易而已 如果你学会了 你当然不会变成韭菜 再来还有投资朋友 特别的答案是什么 上档左侧下跌右侧 这个答案其实是不错的 你在整个股票的不同阶段上面 你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可以获利的 但重点就是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再来还有我们的群组好朋友 直接不演了 老师救救我 还有我昨天告诉大家说 我看到大家的回答 我真的是快晕倒在办公桌前面了 今天好朋友进来群组 我要让你赚钱 你告诉我说 你都是一个胡搞瞎搞型的 我真的是直接晕死在办公桌前面 所以就好朋友说 老师你应该还没晕吧 还没晕 我们今天在这边 其实就是要教大家说 你要去判断好自己的交易策略 贯彻始终 老师有没有晕 这件事情不重要 重要是你有没有赚到钱 所以说今天只要进来我们群组 我们都会慢慢的去做分享 慢慢的教 告诉你 你的交易策略要怎么去做调整 最后就是其他分析师不愿意教的 就是因为教学这件事情的效益太低了 但人家不做的 我们就要拿来讲 因为关键时刻的表现 才是一个人价值所在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关于财经的知识 还有我们的交易策略的心法 这些教学都会放在我们群组里面 欢迎各位好朋友加入我们的群组里面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地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